103年王真志被已经杀入最终决战 挑战三连霸业的桃园线要遭遇屏东线 屏东由屏中 陆星 美和三校联军 桃园球员则清一色出自轻棒强权平正高中 将比赛要率先发动攻势的是桃园队 林承飞把这个内脚偏低的直球强拉到右半边 强劲平飞球落地形成一垒安打 最后高宇杰的牺牲触凸点得也够水准 三垒手没有选择 只能传一垒稳稳抓下第一个出局数 接手打击的增议中 不打算放掉这个赚打点的大好机会 两坏球没有好球的情况下 128公里直球正合胃口 积极出棒 扫到左半边 外野手第一时间判断已有瑕疵 让球越过头顶 形成欧把 二壘跑者回来得分绝对不成问题啦 桃园首开记录 比数1比0 外野手识关于这个隐形失误很伤哦 因为对方押出了轻棒名头宋文华挂帅先发 要图破他的封锁可不容易 他在五局投球当中 频频用上开140公里的直球压制对手 只被打出了一只安打 还送出五次三阵 没让对手越雷池一步 而屏东这边 先发投手查马克 投两局失一分下场之后 接手上来的人一样不好惹 从黑豹期开始闯出名气的猪肉王子曹维扬 和新生代火球男陈运文借力压阵 两人四局合标6K 一样让对手只敲出一只安打 两队陷入一场投手大战 看来二局下半那一分有可能会成为左右比赛胜负的关键哦 六局上半宋文华因为右手中止起水炮被迫退场 屏东才有打破鸭蛋的机会 够着两次保送攻占一二壘 两人出局轮到强棒陈运文打击 没想要一壘瞄着一个黄神离壘过远 遭到牵制夹杀出局 攻势瞬间遭到瓦解 屏东最后没在攻下分数 零比一败下阵来 好远完成王真自卑三连霸 最有价值球员由宋文华却贫中选 华杰逊综合报道